大家早晨 現在就是2019年的9月24日星期二 至早10點14分 面壁思國 說什麼呢就是這個 就來這個洪運中西大藥房 這裡跟我老闆聊一會兒 聊一會兒的時候 紅運大藥房這裡 就成交了3900萬 跟老闆一聊兩會兒的時候 為何面壁呢 就現在站在旺角道 那邊就是彌敦道 轉個圈的時候 這一邊就是這個 波蘭街 就是上海街那邊 這裏的時候 快要建一個天橋 走天橋 可惜落腳位的時候落不正 剛好落腳位的時候 剛好就是天橋底 所以將會面壁 落腳的時候 在前面那邊才落腳 所以對舖的價錢當然有影響 如果這樣面壁發 所以我感覺 如果沒有天橋也好 有天橋位 如果真的知道落腳位 擋得正 如果聽老闆聊天 我感覺一個四分位 3900萬的時候 藥房旺角 歇道應一應 所以都要看回 希望遊客回來 否則都比較難 但基本資料先看 好看完 帶你走個圈 好看完 就是這間店 紅瓶 老闆都很棒 最近生意 希望遊客生意回來 門闊大約12尺 深的時候大約25尺 這個位置說 建築面積就是68尺 門闊12尺 叫價之前說 又說5000萬 又說5500萬 亂吹 租金就9萬元 你知道現在 基本上藥房 在旺角租金都有下跌的趨勢 七除八扣 如果3,900萬的話 你脫一脫 大概三四里回報 租金就去到2020年8月份 希望老闆頂得頂 這裡是旺角 你知道市威遊行 社會會懂 不要說是市威遊行 這裡都獻得最認 來這裡 對面的時候 就夠公貿大廈 這裡是起一條天橋 接下來就好像這樣 就面壁了 對面這樣的面壁法 那當然會對佈價會有影響 因為這裡是起一條天橋 落近微利一邊 所以就 所以就 減價成交 減價三成 次貨八年的時候 最免賺900萬 記住 2011年的時候 舖市在旺角都未是最高的 未是最高的 上到13、14、15年的時候 是最高位的 如果13、14年 就業主現在才買 更加興趣 輸完就39萬 OK 我覺得一個四分位 最重要的是 因為天橋落腳位的時候 比較影響了些少 但都可以的 這個位置是市公旺角 希望有人回來了 不回來也好 這些位置做一些建材 這裡剛好 在波蘭加的時候 建材段都會有人接手 應該不是太差 Anyway 好 這個位置是貴賣家 希望他真的落腳 不要面壁得那麼厲害 但是依人不建好 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建一條天橋 的時候 落腳位附近就好 但是落腳位前面 剛剛面壁的話 就擋到正一正 就難搞一點 怎樣了 回賣家 我們對這條reading 性感 好 沒關係 有時候 多久 很適合 可能 咱們 睡覺 你有什麼 空